ESCO Why Yum 作词 作曲 订阅 打零约真的拥 lib 作曲 议议 关 打零约 缓缑 manager 我们同心聚集 来清拜你 耶稣我们寻求 你的容颜 同情和意义 却心却意我们要赞美你 看见你则大能彰显 生灵泪充满着地 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已预备好远离的光照耀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未知奔跑 幸好你适合更多美好 你的心是长存 直到永远 起来宣告我们的生长圈 世世代代千秋万在你无止境的爱 看见你的大能彰显 生灵泪充满着地 敞开我们的心 我们已预备好远离的光照耀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为主奔跑 幸好你是河灯的美好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要心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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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宣告 为主奔跑 新的一天来临 我们要心靠你 相信你是一切都更新 我们reten atual 我们要心靠你 ед见 Mateo 頤 心靠你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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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hu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花凋谢 也落泪 轻风吹响心中的伤悲 夜微微 月皎洁 淡淡天赋大人的座位 为是醉 心沉水 多少人在无畏的追随 旁星归 长星飞 天赋的爱永不会守卫 爱之徒充满天赋美好的祝福 心之路无悔踏出坚定的脚步 爱永逐流入每个生命心深处 心用谷中又坎坷心笔的宝足 花凋散 也落泪 情风吹响心中的伤悲 夜微眉 月皎洁 感叹谈天赋大人的座位 爱情风吹响心中的伤悲 爱情风吹响心中的伤悲 为是醉 心沉水 多少人在无畏的追随 盼心归 长星飞 天赋的爱永不会守卫 爱之徒充满天赋美好的祝福 心情风吹响心中的伤悲 爱永逐流入每个生命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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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用谷中又坎坷心底的宝足 盼心中的伤悲 盼心归 长星飞 天赋的爱永不回首卫 爱之徒 心之路 总有堪坷心底的宝足 爱之徒心之浪 终于看开心笔的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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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圣姐妹早上平安 欢迎大家参加恩典堂华语的献上崇拜 而在聚会开始之前 鼓励大家放下手中一切的事物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祷告 来预备我们的心 那红书一章七节如此说 耶和华本为善 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 并且认得那些投靠祂的人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是信实良善的神 祂认识信靠祂的人 在患难的时候 祂要坐我们的避难所 今天早上让我们来到祂的面前的时候 让我们抬起我们的头来 仰望我们的主 祂是蛮有能力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 这时候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怎样的难处 无论是家庭的问题 工作的挑战 经济上的需要 或者是健康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我们的担忧都交托给神 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开始来祷告 将一切的重担 交托给我们的主 相信在主里面 祂有预备 祂要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有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开胜的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是的主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主我们向祢献上赞美 主我们谢谢祢 因为神啊在祢没有难成的事 主啊祢是我们的依靠 祢是我们的磐石 祢是我们的避难所 祢是我们万难中的盾牌 主我们谢谢祢 即使我们在不同的环境的里面 主我们知道神祢与我们同在 因着神祢的同在 主我们相信 我们能够靠着祢 去跨越每一个困难 跨越每一个问题 今天早上到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全然交托在主祢的手中 把我们弟兄姐妹有需要的 主我们都带到祢的面前 神啊我们祷告 这个时候祢的圣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神啊祢来触摸我们的生命 主啊祢来挑望我们的灵 主啊祢赐给我们 主啊心中有盼望 因为主我们知道神啊祢是得胜的主 所以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主我们要开胜来赞美祢 主我们要称颂祢的美名 主我们感谢祢 主我们谢谢祢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 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的里面 主啊祢都介入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 主啊在困难的里头 主我们仍然能够有盼望 因为主我们知道神祢是与我们同在 爱我们的主你的爱对我们不离不弃 让我们能够继续仰望神祢的时候 主我们也祷告 主让我们的生命继续不断被祢建立 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重担交托于祢 愿神祢来带领我们 愿神祢来建立我们 感谢扎明耶稣基督将送赞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我们感恩祷告 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 这次欢迎大家参加恩典堂的线上崇拜 那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的 能够在一起的在线上一起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这时候我们要欢迎第一次在我们当中 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朋友们 那愿在聚会的当中 我们能够一起的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这时候我们一起 围着今天的这个崇拜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扎明祢 今天早上我们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来到祢的面前 主我们要将送赞荣耀都归给祢 主我们谢谢祢 主要与我们同在 我们把一下的时间全然交托在主祢的手中 愿神祢的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在这聚会的里头 主我愿祢来做安慰的工作 做示范的工作 做医治的工作 把一下时间全然交托 奉耶稣的名我们感恩祷告 阿们 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的 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带领我们来敬拜 所以弟兄姐妹 无论你在哪里 这时候让我们很自由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 来到神的面前 来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尊 把时间交给敬拜团 弟兄姐妹平安 线上的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让我们今天带着愉快的心情来敬拜我们的神 阿里雷 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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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千辛感謝 千辛讚美 進入你的院 千辛頌讚 獻上危機 是最純的果子 在你裡面已無關 吸了滿意 常常感謝 不知道的盼望在與你 我要全心讚美 跳舞送揚秘密 在你天中一日勝過 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 還要讚美不停 疑恨同力 歡呼聲 永不息 千辛感謝 千辛讚 進入你的院 千辛頌讚 獻上危機 是最純的果子 在你裡面已無關 吸了滿意 千辛感謝 不知道的盼望在與你 我要全心讚美 跳舞送揚秘密 在你天中一日勝過 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 讚美 還要讚美不停 每人人潶離 歡呼聲 永不停 請你跳舞加入 Dra.ぜ e爺 哄上 necesario 要全心讚美 讚美 跳舞送揚秘密 在你天中一日勝過 在世上 level 我要全心讚美 讚美 讚美 還要讚美不停 awake beta UP 我要全心 赞美 跳舞颂扬你名 在你顶中 一日胜过 在世上千日 我要全心 赞美 赞美 还要传美不停 一人奉你 欢呼神永不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各位耶和华 祂大荣耀要降在当中 凡在地上 不要 子在天上敬拜 哈利路亚 有话你 荡荣耀降临 在祢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之名 因祢荣耀我付出敬拜 我收藏是为了敬拜祢 我收藏是为了荣耀祢 祢是我们的神 祢与我们同属 因祢荣耀我付出敬拜 神在神在神在 喜在金在勇在 荣耀荣耀荣耀 配合送赞来带 神在神在神在 全地向祢归拜 尊贵荣耀 都归宝座羔 祢荣耀荣耀荣耀 耶魂祢大荣耀降临 在祢上如天上的敬拜 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祢之名 祢荣耀我付出敬拜 我所找是为了清白你 我所找是为了荣耀你 你是我们的神 你与我们同主 因你荣耀我付出清白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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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采 精采 勇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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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赞来带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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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伴 尊贵荣耀 都归包着羔羊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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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采 精采 勇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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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赞来带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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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伴 尊贵荣耀 都归包着羔羊 与,福建神采 随着羔羊 祢是聖蠢 雨人 快願 famille 牛 高 祢 人 DAC swings 不停献上 祷告路下 不断升起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残梅仙寂 永不断醒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残梅仙寂 永不断醒 日日夜夜 不停献上 残梅仙寂 永不断醒 神采 神采 喜采 精采 勇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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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赞来带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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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伴 尊贵荣耀 头归宝座高阳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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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采 精采 勇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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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得送赞来带 神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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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向你跪伴 神采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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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抱着高雅 尊贵荣耀 都会抱着高雅 Hallelujah 荣耀你的名 耶稣圣灵 我们欢迎你 进入我们的心 Hallelujah 我们要敬拜你 唯有你陪的 陪着我们的敬拜 Hallelujah Oh耶稣 你是陪的 陪的 Hallelujah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欢迎你 原来的 ести 余即在你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和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万物敬拜祢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尊重的尘美 你是陪的 陪的 万物敬拜祢 尊贵 荣耀 权柄和能力 都归权能胜 愿各祖各方 万国和万宝 敬拜神高养 愿尊贵 荣耀 权柄和能力 都归权能胜 愿各祖各方 万国和万宝 敬拜神高养 愿全归 荣耀 权柄和能力 都归权能胜 愿各祖各方 万国和万宝 敬拜神高养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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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的尘美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万物敬拜祢 你是陪的 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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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的赞美 你是陪的 陪的 陪的 万物敬拜祢 是陪的 万物敬拜祢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荣耀的掌声归给他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他是陪的 他是陪的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阿们 是的 愿颂赞 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 他是配得一切的赞美 配得一切的尊荣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这时候我们也要欢迎 第一次参加我们聚会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第一次参加恩典堂 线上的崇拜 我们要特别的欢迎您 那您是我们的贵宾 希望您能够扫描 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填写我们的贵宾卡 好 让我们能够更认识您 然后能够与您保持一个联系 那我们也期待 您能够继续的参加我们的聚会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奉献献给我们的主 无论环境如何改变 因为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都带着一个欢喜快乐的心 将我们的十分一 拆船和爱心奉献献上给我们的主 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 主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主无论环境如何 神你是永不改变的神 主 我们这时候也把我们的金钱 主 我把我们的奉献献上给你 愿你悦纳加上祝福 愿你透过我们这小小的奉献 主 使到有需要的人 主 能够得到饱足 让我们的奉献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奉耶稣的名感恩祷告 阿们 这时候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来献上你的十分一 拆船和爱心奉献 那如果您真的没有办法透过网上银行奉献 您可以把奉献带到恩典堂东陵 或者是恩典堂五级八都 然后把它放进指定的奉献箱里 请记得不要把现金寄到教堂 好的 这时候让我们也一起来关注教会的动向 请看恩典新闻 下周是父亲节 我们邀请您一起庆祝 请扫描二维码或通过链接 告诉我们一个您想向年的爸爸学习的优点 请在6月15日之前递交您的回答 我们将在父亲节周末聚会中分享所收集到的回复 我们鼓励您邀请您的爸爸和您所爱的人 一起参加我们下个周末的聚会 对我们的爸爸表达感谢 我们的J333祷告会正在继续 我们鼓励您进入一个更深入的祷告时段 我们将在这些祷告会中专注于圣灵 邀请您来和我们一起祷告 除了加入J333祷告会 我们也鼓励您们组织自己的祷告小组 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我们的国家带祷 若您想要了解更多有关恩典堂的动向以及一切的活动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网站 脸书 Instagram 和我们的恩典录 感谢主这时候让我们也预备好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要分享 仍然是超自然讲道系列的二的这个讲道 相信神要透过今天的讲言向我们来说话 我们把时间交给萧和杰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在线上跟大家一起敬拜神 跟分享神的话语 我相信大家都会为作目前新加坡这个大流行疫情来祷告 为个人祷告 为家庭 职场 教会 国家的需要来带导 甚至为我们周围的国家乃至于全世界的疫情来祷告 这是好的 也是应该的 希望我们的心因这一次的疫情变得更宽大 更爱神 爱人 更体贴神的心意 Amen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让我们通过这个疫情看到自己的不足 软弱和有限 求主让新加坡在这个疫情下 得蒙主所赐的平安 也求主保守众教会 能在这疫情里边站立的稳 成为社区灵色的帮助 求圣灵使用今天的分享 教导我们在这一生中 选择顺从主的话为主而活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今天是我们探讨超自然领域正道的 这一个系列里面的第五讲 讲题是自由意志 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明智的抉择 因为无论我们做什么 或者选择什么都很重要 我们的决定会影响这个结果 就好像目前的疫情下 你要不要选择出国 要不要打疫苗 要不要选择多一点留在家里 而不是到处去逛 外出的时候要不要戴口罩 你的决定会带来影响和后果 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处的经文 这能帮助我们 对今天讲到的背景先有一个了解 这段经文在创世纪的第一章 二十八到三十节 这里说 神就赐福他们 又对他们说要圣养众多偏满地面 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 看啊 我将偏地上一切借种子的蔬菜 和一切书上所借有和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那这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看到一些很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神在伊甸园中 不单与人类同在 也让人类享受和享用 他所创造的世界 他更向人类发出了伊甸园的意象和使命 不但要人类同管和有治理伊甸园 还要把目标扩展到全地 人类之所以可以同管和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 是因为人类有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不是指神的属性 而是指神的代表 是神造人所赋予人的地位 明白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可以针对今天的讲题 提出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被造的人类有自由意志吗 如果有 那神为什么要给人类这个选择的自由呢 又假如神将人类创造成 不会叛逆 不会犯罪 完全顺从的一个被造之物 那么这个世界上 罪所遭致的痛苦 不幸还有毁灭 就不会存在了吗 还有 人的自由意志 与神的预知和预定 有什么关联呢 最后 人类的堕落是预定的吗 如果是 为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命令 怎么可以被视为是一种 处置他们的自由意志的决定呢 他们为什么需要负上这个责任 这些都是很多基督徒心中的疑问 让我们尝试用以下的时间 帮助大家一起来了解 这其中的一些疑问的答案 一 自由意志 是神的恩赐 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 并且人类的自由意志 是神赐予人的恩赐 作为有灵魂的活人 人类在神所创造的世界里 比较特殊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创造的 而自由正是这种特殊地位的表现 在世界被造之物中 人类富有最大限度的自由 并且拥有了一些其他被造之物所没有的能力 正因为有了这个自由意志 人就有了支配和改变环境的能力 也有创造的能力 环顾我们周围的一切 有电灯 汽车 电脑 建筑物等等 都是人使用了这些能力创造出来的 不仅如此 我们也使用这个自由创造出各样的文明 就如文学 学术 经济 艺术等等 自由为人类带来很多积极正面的事物 由此可以看出 自由意志本来是恩赐于人类的祝福 是神的本意 也符合神慈爱的本性 那么从神造人的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自由意志 使人可以代表神 自由意志 是神起初用来装备 拥有他形象之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让人可以行使他本身的意愿 要还是不要 和能力 指刚才我提到的支配和改变环境 还有创造的这个能力 来代表神和自行神的旨意 因此 如果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 拥有神形象的人 就无法真正代表神 因为自由意志是神的其中一项属性 没有自由意志 人类就无法像镜子一样 反映出我们的创造主 第二方面 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让人可以做出真正的决定 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十五到第十七节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愿中各样素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散热素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这段经文中 我们可以看到 神向人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宣告 所有素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独那分别散热果树的 那个树上的果子 你是不可以吃的 这个宣告 代表了人类是有自由意志的 如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 这项宣告就毫无意义了 人类就只是变成一个盲目 复从命令 回应既定程序的机器人 毫无生命的意义可原 不但如此 我们的死主也在做决定的时候 都不是被脅迫的 不是被强迫的 不是被控制的 否则他们的决定 实际上就不是真实的决定 这就好像如果爱是被强迫的 那么这个爱就不是真实的 更重要的是 一个在自由意志下的决策或者决定 他必须是可以选择 一个相对或者相反的决定 而当亚当和夏娃 会背叛神的命令 恰恰证明了 神给予他们自由意志 做出自由的决策 今天我们要向神感恩 因为我们是被造的时候 神赐给了我们自由意志 跟自己说感恩 我不是知情人 我代表神 Amen 那么我们为人处事 就应该谨慎之手 荣耀神 第二 自由意志带着风险 我们知道 神是完全的 也只有神是完全的 因为神本身的自由意志 就绝对不会给自己带来风险 但是人类是不完全的 但是人类是不完全的 因此自由意志在不完全的人类内心 或者手中的时候 这便意味着人类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意愿 来代替神原本的旨意 这样看来 自由意志底下 人类是有潜在犯错或者不顺服的可能性 其实神知道 没有一个拥有神的形象者 是可以完全被信赖的 无论他是人类还是神灵 虽然人类拥有神的形象且像神 但他不是神 我们都不是神 这是我们非常了解的事实 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已经堕落的世界里 并且经历其中许多的挣扎痛苦和挑战 而神也全然了解这个事实 并且完全接受这个风险 所以神没有消除地上邪恶和苦难 因为对神来说 要消除地上的邪恶和苦难 就需要消除所有拥有神形象的神灵和人类 因为我们就是风险的原因 感谢神 因为虽然神知道伊甸园的风险 但他认为人类的存在 比这地上没有人类会更好 更重要 更符合他的心意 Hallelujah 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特别的 Amen 跟你自己说 我是神的宝贝 Hallelujah 很遗憾的是 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记载 夏娃听从蛇的话而有所行动 蛇对夏娃说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 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也说也悦人的眼目 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所以就摘下果子来吃了 又给她丈夫 那丈夫也吃了 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 亚当和夏娃在知道善恶之前 他们都是清白的 他们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意愿 要决定违背神的吩咐 但是当他们犯错的时候 确实是有意识地选择了 不服从神的吩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自由意志是一份带有风险的礼物 我们的抉择就决定我们的祸福 第三点 自由意志与神的预知 让我们看一看圣经沙摩尔记上 二十三章一到十四节里所记载的两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是记载在二十三章的一到第五节 有人告诉大卫说 斐利斯人攻击基伊拉 抢夺何场 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说 我去攻打那些斐利斯人可以不可以 耶和华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攻打斐利斯人 拯救基伊拉 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 我们在犹大地这里赏且惧怕 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斐利斯人的军旅呢 大卫又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回答说 你起身下基伊拉去 我必将斐利斯人交在你手里 大卫和谁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 与斐利斯人打仗 大大杀败他们 又夺获他们的牲畜 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 这段经文记载 有人告诉大卫说 斐利斯人攻击基伊拉 抢何场 大卫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就求问耶和华 他是否可以去攻打那些斐利斯人 耶和华说可以 但跟随大卫的人却有一些的犹疑 却认为没有什么胜算 所以大卫再度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肯定的回应说 你去我必把斐利斯人交在你的手里 因此大卫和跟随的人便攻击斐利斯人 而且得胜 第二个事件是记载在第六到第十四节的 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 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 手里拿着以弗德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基伊拉 扫罗说 他进了有门有酸的城 困蔽在里头 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 于是扫罗召集众民 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 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 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 将以弗德拿过来 大卫祷告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仆人听见扫罗要往基伊拉来 为我的缘故灭成 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吩咐的话 来 来 下来不下来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求你指示 仆人 耶和华说 扫罗必下来 大卫又说 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必交出来 大卫和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就起身出了基伊拉 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 大卫离开了基伊拉逃走 于是扫罗不出来了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 扫罗天天寻朔大卫 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 那这段经文记载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到了基伊拉 那扫罗就召集人要下去围困大卫谋害他 大卫知道扫罗要来 便求问神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扫罗他到底会不会下来基伊拉 第二个问题 那就是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 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了这个问题 神就回答他说 扫罗便会下来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听到了神的回答之后 便决定离开基伊拉 往别的地方去 有人告诉扫罗说 大卫已经离开基伊拉 住在旷野的山寨里 于是扫罗就不出来了 从这两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大卫求问神 有关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那么在第一件事情里面 大卫求问神是否可以去基伊拉 攻打斐利斯人 神回答他 可以 并且他还会打败斐利斯人 大卫就带着跟随他的人 上基伊拉城 打败了斐利斯人 那在第二件事情中 大卫求问神两个问题 扫罗会因他在基伊拉城 而下来围困灭这个城吗 基伊拉城 基伊拉人 会不会因此而把他交给扫罗 神向大卫回答 都是会 这整段的经文让我们认识到 神是可以预知 未来发生的事情 并且从第一个事件里面 反映出神的预知 与人的决定是一致的 然而在第二个事件里面 我们看到神预知的事情 并没有发生 也就是说 神的预知和人的决定 并非一定是一致的 经文记载 当大卫听到神的回答说 扫罗会下来捉拿他 并且基伊拉城里面的人 会把他交给扫罗之后 他和他手下的人便离开基伊拉城了 而当扫罗知道 大卫已经离开基伊拉城之后 就放弃了去基伊拉城的这个行程 所以扫罗并没有去围困基伊拉城 基伊拉城的人 也没有把大卫交给扫罗 神所预知的这两件事情 都没有发生 因此 从这个事件里面 撒母尔记的作者 先知撒母尔 让我们认识到 神虽然可以预知未发生的事情 但人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 因为神并没有预定人 会做怎样的决定 换句话说 全知的神确实预知事情的可能性 但是所预知的那个可能性 并不一定会发生的 这样看来 预知与预定 也是可以分隔开来的 所以 弟兄姐妹们 不要说我的命不好 我是苦命的人 我是命中注定的 这是拥有自由意志 去甩锅不负责任的行为 把责任推给别人 推给环境 推给命运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活 遇到挫败 伤害 损失等等 是因为我们做了错误的抉择 我们是人 有自己的软弱 会犯错 但我们有神 我们有圣经神的话 我们是可以在生命中 做正确的决定的 让我们的生命 可以蒙神的赐福 总的来说 神的预知 并不推动事件的发生 神的预知人类堕落 但他不推动人去堕落 神也预知和保证 一个解决人类堕落后的计划 这一个计划 早在他创世以前 就已经在他的心里 但上不上十字架 是耶稣的决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抉择 将是事情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立志 选择按照神的真理而行 就如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的人 这人便为有福 让我们最有福的人 让我们抉择 选择顺服圣灵的指引 就好像加拉太书 第五章二十五节所说的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让我们在按照神的真理 和服从圣灵的指引底下 明智的 负责任的 虔诚的 做出抉择 最后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赐予你和我自由意志 是一份可以叫我们蒙福的礼物 但自由意志 也有风险 不是自由意志本身不好 而是作为人类的我们 并非像神那样是完全的 所以 若要一身蒙福 就要看我们如何在生活中 做出正确的选择 让我们一起低头 准备我们的心来祷告 在你祷告之前 我想问一些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 是否正处在一个需要做重大决定的情况底下 如果是的话 我呼吁你向神举手 举起你圣洁的手 祷告的手 把你的事情交错给你的主 求问你的神 求祂赐给你智慧 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自由意志是有风险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并不完全 你是否愿意谦卑自己 来学习凡事仰望神 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认定他 让他指引你的路呢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也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来努力为你自己祷告 在主的面前谦卑你自己 把你的一生交错给主 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智慧 而是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神 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你生命的主的话 我现在很想邀请您 今天就做这个决定 把您的生命交错给耶稣 信靠他 让他带领您的一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 请你也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让我为你来祷告 也让我可以来为你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 诚心地在主的面前祷告 哈勒鲁亚 慈悲的阿爸天父 谢谢您那么爱我们 在明知我们会叛逆你的情况底下 你仍旧没有放弃我们 赐下救恩给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 能够重回到你的恩典和旨意的当中 谢谢您愿意与我们同在 成为我们人生路上的良伴 指引我们 纠正我们 让我们有着你的智慧走在蒙福的路上 我把弟兄姐妹还有决志的朋友们 交在你大人的手中 求主特别的恩待他们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朋友 在他们的人生中 做每一个决定 都有你的指引 都带来祝福 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 Amen Hallelujah Hallelujah 让我在结束这整个聚会之前 为你做个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上帝的慈爱 还有圣灵的感动交通 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Amen 主赐福大家 平安 Hallelujah 感谢主 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提醒 建立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认定主 让祂来指引我们的路 好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环境的当中 都能够做正确的选择 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 愿上帝赐福于您 我们下个主日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花凋谢 夜儿落泪 轻风吹声心中的伤悲 夜微微月交接 炭腹天赋 闭嘴灵的周围 为是醉 心沉沉 多少人在无畏的追随 旁行归 长行飞 天赋的爱永不会守卫 爱之徒充满天赋美好的祝福 心之路无悔踏出坚定的脚步 爱永逐流入每个生命心深处 心永固中有坎坷行笔的宝足 花雕塞 叶落泪 清风吹向心中的伤悲 夜未明 夜交接 敬叹天赋大能的座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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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